你的需要发挥你的一部分 对你的祝福全部兑现 约书亚挑战 一些以色列人是谁抱怨的土地不足以 召唤的勇气来推翻更加男人 以及拥有自己的土地 毕竟上帝已经答应他们的整个位置 圣经报道 然后孩子约瑟的发言 约书亚他说 你为什么给了我们 只一个很多和一个分享的继承 因为我们都一个伟大的人民 因为主保佑我们直到现在 这样约书亚回答他们说 如果你都一个伟大的人民 然后去到森林的林国和 清除一个地方 为自己没有土地的比利喜和 巨人由于山区以法联太过局限 但是孩子们的约瑟夫说 山区的国家是不是足够我们 和所有谁住在迦南人的土地 古铁车 即那些谁都的贝斯 安和其城镇和那些 谁都的 在杰斯瑞谷的 和约书亚发言的房子 约瑟夫 阿弗恩和马拿西他说 你都一个伟大的人民 有很大的权利 你不具有只一个很多 但是山区的国家应你的 虽然他是林 你应该把他剪下来 其最远的程度应当是你的 你应驱动的迦南人 虽然他们有铁车和都抢 Joshua 17 14到18 教训信徒 必须了解上帝的祝福 也可以不经常来 便宜 一些努力 可能需要从我们帮助上帝的祝福 激活和实现我们的生活 例如 当我们祈祷 增加了资源 耶和华健可以决定给我们的原材料 而不是成品 该努力将是留给我们 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需要激活和公益的 资源直到它们成为充分实现 当然 任何粗 材料可以转过来成为我们的精致的利益 当我们塑造良好的态度和适当地发挥我们的作用 另一个 B 可以与有关的少数几个人 上帝保佑了一些特殊的人才 他们仍然需要深入和实践自己的技能 直到他们成为自然的礼物 令人钦佩的和转入权 祝福 祷告 亲爱的 上帝 请给我力量 运用智慧来我的基督教信仰 并做我的尽职调查你的祝福 全部兑现在我的生活 帮我采取行动的信心和采取必要的步骤 援助全materialization的资源必须投资于我 赋予我的钻头和做法 直到我的天赋和才能变成 完整的表现 我的利益和你的荣耀 的名义 耶稣基督 我让我的请求 阿门